各位朋友 你們好 因為之前剛剛我的聲音有些沙 現在還是有些沙 才錄閻明熙《透光者》的解釋 或者否釋的歌詞含意的各樣東西 希望大家都容易去理解這首歌 以下這些全部都是屬於我的觀點 一個聽眾的觀點 大家可以分享到上面那兩條片 一條是我和它重新過的顏色 就是它的MV的顏色 因為它用了一個黑白的MV出來 但是黑白我的要求就可能比較高一點 因為黑白在國際上就有一個認可的 就不是你認為是黑白的東西 然後扔上去就有些 例如外國的朋友會看到 就看到這個影像那樣東西 那它們對黑白的都挺高要求的 那我就用我的角度 就是用我對顏色的認知 就去retune了那條片出來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也認為那條片就賦予 閻明熙的MV的生命力會再更加豐富一些 就是MV希望可以升級到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這個歌詞的分析 首先第一句 它是收起心聲 誰聽得清 其實這首歌是一首暗戀 單戀 甚至乎有第一個場景比較複雜 就是它喜歡的那個男生 那它就和一個男生一起坐 那男生的旁邊就有一個女生 或者已經是男生的女朋友 或者是競爭者 諸如此 那個男生可能是喜歡那個女生多一點 沒有什麼看顏明熙的 譬如是這樣的 顏明熙但是又喜歡這個男生 其實都是一些屬於暗戀單戀的歌 第一句已經是表達了出來 已經露了骨 就是說收起心聲 我不講我的心意 你們都不會清楚 其實以後已經是隱喻了它是多餘的 比如坐在這個環境那裡 接著一直下去 環代與他有感應暗暗的憧憬 就是說暗戀那個人 希望和那個人有些聯絡在這裡 因為喜歡他 但是又未向他表白諸如此類 是一些青春少女的心 然後我就透明哭筋笑 逆平靜 就是說在一個男生面前 就算是做什麼都起不了一些什麼 吸引到的男生諸如此類的東西 然後一直去 刷身經過 留下風聲諸如此類的東西 都是說它好像不存在 然後誰願看清 我獨有特性 就是說青春少年的時候 或者少女的時候 認為自己也有些優點 為什麼你又看不到我呢 然後他都不知情 亦只配慕望諸如此類 一直下來 默默掃興 就是說我的優點 你看不到就好像是很不值 或者是你的損失 然後去到副歌詞 這個副歌詞的編曲其實都是巧妙的 分了三次出的 不同層次出的 第一個層次就是說 比較普通 正常一點 其實無心隱藏 而他不看我 其實我已經是儘量表達 但是為什麼他又看不到我呢 竟會是我單向的一方 就是說 咦 死火了 我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哎呀 死火 他又看都不看我 咦 可能是我就這樣單戀他而已 然後 無用躲於一旁 無用遮擋 送我一線穿透的光 這裡其實他也有些隱喻的 歌詞其實也挺好的 其實這裡的隱喻法 他寫得 就是 根本上 他就形容他 就算他做什麼都沒有用 根本上就好像一個透明的物體一樣 就是一個空氣一樣 就是在一個男生面前就好像空氣一樣 那麼 挺有趣的 這個隱喻法其實寫得挺好的 是啊 跟著 跟他一起旁邊的你 那麼第二個場景 就是說 剛才那個呢 就是說 咦 看到一個男生怎樣怎樣 那麼 可能是 就是 未坐過去的情況 那麼 跟著這個呢 就真的就已經是有第三者 在這裡了 是的 或者他自己才是第三者 那麼 當然這個歌詞就不會明示了 那麼 跟著 他只是說他喜歡那個男生而已 那麼 跟著 在這裡了 就是說 那個女生也不是很漂亮而已 是的 但是他的眼裡就沒有我了 那麼 我又怎麼可以跟你比較呢 是啊 那我坐在這裡就好像透明空氣一樣 就是剛才說了 那麼 這個也挺有趣的 就是少女心事就是這樣的了 是的 不顯眼在原地 無人內吊氣 無人內吊氣 如何之氣呢 那麼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反而的形容詞 其實寫歌詞那位呢 其實都挺有心度思義的 那麼 至於他唱 因為他用了一些比較新穎的康在唱 還有 有一些效果在 那麼 歌詞的表態在MV裡 就不是那麼多人會聽得明白的 那麼 因為現在時下的流行曲 無論是閻明熙啦 MIRROR 都是用了這種形式去唱 就是 現在的潮流是這樣的嘛 那麼 跟著 好 他這一段的歌詞仍然都在自卑 就是 為什麼那個男生不理我呢 死火啦 簡直就是透明一樣 就是 自己坐在這裡也覺得尷尬 那麼 跟著 又是第二段副歌了 第二段副歌呢 就是 層次就很升級了 對啦 那麼 一路下去 看著箭咀 對啦 都是 都在說他 在這個男生面前 即是升級了 因為有一個女方在這裡嘛 那就是那個女方 咦 都不是很漂亮 未必比自己漂亮 但是那個男生又不理他 那就是 更加淒涼一點啦 第二段副歌就形容到 那麼 跟著 第三段了 可否將我推開 那就開始悲了 就是 開始他那個歌詞那個位呢 就 給觀眾呢 就是去到一個歌曲的高潮位了 開始 對啦 好 跟著 可否將我推開 其實就是無形式的抗議來的 就是 哎呀 死火啦 看著那個男生又很喜歡他 那 但問題 他又不理我 跟著 現在 第二個場景更加淒慘 還有一個情敵在那裡 那 跟著 第三段就開始悲了 那 就是 不如你推開我吧 就是 不要理 就是 不要讓我有幻想 就是 嚴明興這首歌就是這樣 那麼 請開聲 謝絕我啦 他都說 是啦 就是 你不如就 開聲 趕我走啦 或者 你不喜歡我啦 諸如此類啦 跟著 隨便說一句來 就是 吸我傷害 就是說 不如你 隨便說一句 就是 你不喜歡我就算啦 那 我就走了 諸如此類那些 少女心事就是這樣 是的 跟著 不車想有他愛 只盼得到重擊受挫 就是說 很悲了 那麼 我需要更多的悲愛 就是說 其實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嚴明興就很喜歡這個男生 那 那個男生呢 就是 當然在後面就說 嚴明興就沒有向這個男生表白 但是在這一段裏 嚴明興就覺得 哎呀 自己很淒涼啦 不如 少女心事就是這樣啦 不如你拒絕了我啦 讓我死了心去 就不需要 像現在這樣有 就是 這麼無奈 這麼收勞 諸如此類的東西都出來了 那又尷尬啦 好 接著去到這段副歌啦 那麼 編曲者就很聰明的 只是用了兩句 其實無心隱藏 而他不漢我 就是說 也不用隱藏啦 他也不喜歡我啦 擺得明白 那麼 跟著 只怪是我不去講清楚啦 這句就是說 哎呀 都是怪我不去表白 哎呀 被那個女生搶死一步 那意思就是這樣啦 無勇躲於一旁 無用遮擋 所以他送我一線 穿透的角 這個就是結尾啦 就是說 哎呀 反正都是這樣啦 不如呢 自己走開啦 就是 免得那麼無奈 又那麼羞愧 又好像無靈兩可 反正那個男人都不喜歡啦 不如去完結了這個幻想啦 其實整首歌呢 都是很少女感覺的 即是說真的 每一個年輕的子女 包括大家 應該都是你和我 各樣東西都會有這些經歷的啦 都很正常 那我們現在 看一看 看一看那個MV 這個呢 我特意用了 我調整了那個顏色 那 跟著去 那 因為又是版權關係啦 我就不直播了 那 大家回到上去 看畫面 對到位置 看看我講的東西啦 那 那個MV 一開始呢 就 其實都很正常的玩法啦 因為都看到是沒有預算的啦 那 那個團隊 可以拍到這些東西 都算是這樣啦 因為 現在真的沒有預算 做這些東西 那 那 他 一開始就是走過 那 跟著呢 他 用了很多的 類似這類型的侍應手法啦 一開始 好像這個那樣 是的 那 就代表了他在暗暗地 即是回應了一個歌詞 在暗暗地 可能是看到那個男女主角 即是那對情侶那樣啦 是的 那 就對回歌詞啦 好 那 跟著一路來 哎呀 那就覺得很悲呢 好啦 那 一來到這裡呢 就很明顯了 那 他呢 其實那個導演呢 編劇啊 各樣東西啦 那 他 其實就是想用呢 黑天鵝 和白天鵝 那種的描繪呢 就 就 反映了一個歌詞 那種慘度啊 或者是一個意境啊 那 白天鵝呢 就代表純潔啦 或者是很活潑啦 和平啊 各樣東西 那 嚴明熙的角色就是做黑天鵝的角色 那 黑天鵝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在西方裡面 黑天鵝代表了孤獨啦 孤僻啦 甚至乎是一些憂傷啦 那 這樣東西 他用黑天鵝 白天鵝來代表這首歌呢 其實都並無不妥限的 是的 那 跟著一路下去了 一路下去了 那 這些就是《內心世界》 即是大家對應的歌詞了 《內心世界》啦 這個就是第一段 第一段的東西 那 跟著這裏 就是第二段的東西了 那 他 為甚麼會用兩個白天鵝呢 因為 其實這個應該 導演呢 就會代表了那一對的情侶 即是他故事裡面的那一對的情侶 即是他們嘻嘻嘻 都沒有嚴明熙粉的 嚴明熙就是黑天鵝 即是很孤獨地走過 看到他們 諸如此類 這個也是一個隱喻的方式 好 那 這些也是 好了 那 嚴明熙這一段呢 就怪怪的 因為那個導演 我可能我猜他就是說 因為當時呢 拍的時候應該是 這邊有風吹啊 即是螢幕的左手邊 有風吹過來 那 應該是這樣 未必是專程的 應該有些頭髮呢 就整了一個嘴啊 整了一個臉啊 那 那個導演應該是 專程保留了這個照片 那 用來形容呢 嚴明熙那種無奈 因為你也看到呢 其實有一點尷尬的位置出現 這個可能會不會再做得好一點呢 因為嚴明熙很尷尬呢 因為嚴明熙拍MV 其實都已經很尊嚴 因為可能導演薇艾卡 他也不想特地去撥開頭髮 不過他在拍的時候 那個頭髮呢 戒那個位置 即是吹到之後 戒那個位置就不漂亮 他自己意識到呢 雖然想撥開一點點 但是呢 嘴那條頭髮他又吃著了 但是拍MV 都知道了 因為拍MV 就會有一段MV 就是一路自己摸著嘴唱著這樣去的 那 因為要隔離歌詞那裡 現場有機會都是播著歌 然後嚴明熙一路跟著嘴形這樣唱 那這個很慣常做法 但是呢 那個頭髮呢 吹得一般的 因為給觀眾看到應該是吃得不太漂亮 即是就算是想保留呢 這下比較自然的鏡頭 都可能 我覺得這裏刻意做會好一點點 即是他不是不好的 但是可以改良 是的 是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不是太好了 不是太好了 是的 跟著呢 他這些鏡頭呢 都是OK的 即是反映了內心世界 都OK的 是的 是的 那我特地在松濟那裡 在松濟那裡 大家可以看到眼神 是的 因為我是特地想推翻嚴明熙的眼神出來 為什麼呢 在這個鏡頭裡面 我覺得如果要改良好一點點 就是眼神位 所以我就推翻眼神位出來 令到他有一個比較生命力的眼神 去看著觀眾有一個更重的觸感 這條MV應該會更加好看一點 那 導演們 或者後期製作們 千萬不要誤會 即是 我是很想 即是你們的MV 可以登上 國際的大舞台 所以想它進化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喉嚨還是不可以 是的 跟著再去 這個也是很正常的鏡頭 那麼嚴明熙走進來 即是都是反映歌詞 大家知道的歌詞在這裏 就是在說男女主角的事件 那麼嚴明熙的眼神 在這裏進來 導演就要求他比較凌厲 其實都是反映他 在當時那種的憂鬱 憂鬱的情況 好 接著繼續 一直耐心世界 一直唱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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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的了 沒有不值去拍 唯有是這樣做 都是在說男女主角 在這裏 一路在這裏 可能在現場的 虛構的環境 就說 男女主角仍然都是嘻嘻嘻 而明熙就很想加入 這裏的談論 或者聊天 諸如此類 但是沒有他份的 這裏都挺有趣的 好 接著這裏 嚴明熙突然扭轉身 然後在這裏跳舞 這裏大家對應的歌詞 都是反映他內心的 有一點掙扎位 接著這裏也是 男女主角 都在這裏嘻嘻嘻 或者這樣 接著嚴明熙 在這裏的導演都很聰明 這裏值得賺 為什麼呢 在沒有不值裏 導演想控制一些 黑白的MV 比較著重灰階位 導演都想盡量出灰階位 給觀眾看的 我推得比較進取一些 那些灰階位 可能會再多一些 給原本的MV 令到嚴明熙 在這裏可以看到 就不會太過 outstanding 即是被社會脫節 因為這個我認為 現今這個年代 商業灰階裏面 表達一些人物比較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 臉皮膚也比較優雅 好看一點 原本不是沒有 因為原本是standard 即是很標準的 在這裏 我都再重複講一講 我是無意去挑戰任何的東西 不是批判任何的東西 而是想將這條MV 做得更加好一點的意見 這一段 他嚴明熙出來跳舞 當然就是 即是說他第三段的歌詞 裡面所表達的東西 即是剛剛講過的東西 好 然後一邊去 一邊去 來到這裏 即是無需隱藏 他這個MV都很正常 正常拍法 通常MV都是沿用著歌詞 即是那首歌 拍幾條 然後剪輯在一起 都是屬於一個正常的拍法 是的 好 那在這裏 其實是值得讚少少言明熙的 因為為什麼呢 言明熙應該是第一次拍這一類型 這一類型的MV 即是比較要表達內心的感受 大家有看周星馳的戲都知道了 就是 阮琴丹都很搞笑地用一段的對白 就是 又不知道內心又不知道怎麼表達出來 大家可以找回這些笑位 而明熙第一次表演 我覺得挺好的 即是他有點入戲 是的 然後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就是他交到戲的東西 是的 好 然後一直去 然後到結尾 結尾 因為我是Retune 我就是為了要尊重那些工作人員 我就會剪掉前和後的工作人員的名字 所以這條MV就只有這麼多 那大家就可以看回公司的MV 是的 在這裏就分析得差不多 其實這首歌都是屬於正常的歌曲 是的 編曲那裏都是現代化的編曲 是的 分析到這裏 以下就講一點點 我看了閻明熙近來的表演的心得 他要是有個演唱會 有個演唱會 我也看了他在演唱會裏面的表現 其實在台上的表現 就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也收到很多的觀眾緣 唯一我想他再進步一點點 因為我真的想他成為國際卡的歌手 我重要的事情要多說 大家不要介意 他如果要成為國際卡的歌手 在歌唱上面 後面的團隊或者還要配合一點點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新的歌 例如這首《透光者》也好 這首《透光者》也好 他後面用了很多的技巧 用了很多後期的技巧 其實後期的技巧在Live裡面很難唱 通常出來的時候可能會按下一個key 又或者按下兩個key 甚至乎是回不了原本 因為有些歌是真的回不了原本的 例如《記憶綿》 原本的歌手張天賦都未必每次可以唱得上 他原本的感覺出來 為什麼呢 那些歌全部後期都做得很厲害 這是現今這個年代的潮流 這些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最重要是好聽還是不好聽 嚴明熙的歌也是一樣 嚴明熙都有很多後期的效果 所以在他演唱會裡面再唱 例如《環有一個救生艙》 就是之前我講過的影片 他都是因為他在CityO那裡 就做了Official的時候 做了很多的效果出來 所以在現場唱的時候 是唱不回那個feel 希望製作歌曲的團隊在之後 都可以試試 因為嚴明熙他根本上的唱功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因為他再去一步 就要去到Opera的級數了 因為他是極有可能成為國際的歌手 我講一出的 他一定有回唱一下唱功 他不需要那麼多聲效的了 其實你要加的加少許就好了 讓他原本的聲音出來 其實他最值錢就是原本的聲音 甚至乎唱片公司 他原本的聲音最值租的時候 你可以出兩個Version 或者三個Version出來 一個就是有電音的 後期製作的Effect的Version 一個就是他原本的聲音的Version 一樣可以的 其實唱片公司你的收益 都可能是上幾倍的 有好處的 另外一件事 第二件事 嚴明熙 妹妹就是 在台上你的表演 如果是一個表演者 還是欠缺了一點點生硬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在台上 如果給我的感覺 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還沒有完全控制到台 其實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現在十九歲 其實你下一個自己的演唱會 你可以放很多 為什麼呢 演唱會的台 根本上已經是屬於你的了 你不需要那麼拘謹 又或者那麼鮮民 不需要這樣的 你可以將自己的心 和舞台再合二為一 因為現在給我的感覺 合二為一的程度 沒有足夠一個職業歌手 可以做到的事情 即是你已經在台上 已經是沒有問題的了 其實你放膽一點 因為看得你在台上的 觀眾 聽眾 或者粉絲 是專程去看你的 你可以放膽 把舞台 就嘗試自私一些 據為己有 把舞台發光出去 讓舞台看到 你和舞台二合一 那種超級的聲線出現 你唱出來的歌 就不會那麼生硬 因為現在已經很好 但我是想你去到一個 國際認可的歌手的階段 好了 這段影片又是長話短說 下一次 希望閻明兄妹妹 又有一些新的歌 我又可以說一下 大家密切留意我的窗樓 我都會說很多 我喜歡的東西 有音樂 有電影 這些全部我喜歡 有玩具 還有旅遊 因為我是很喜歡到處走的 我會說一下我的照片 我拍的商業上的照片 我會盡量避開 因為那些始終都是關乎了 我的客戶上的東西 可能牽涉到一些版權問題 但我另外一範 我自己職業裡面的Lenscape 我就會多些說 希望各位多些 like我的頻道 和follow我的頻道 今集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析 下條影片見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